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9月6号星期五 香港局势的骤然变化震出了一个人 本来大家都有点忘了这个人了 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聚光灯之下了 就是前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在局势最为紧张的8月29号到31号 这几天时间里面王岐山人在广东 今天日本媒体《日经新闻》有一篇英文报道 就说林郑月娥撤回修理这个事情的过程中 王岐山发挥了关键作用 王岐山是8月29号到31号去广东调研 官方媒体说他先去了赵庆 后来又去了广州 他干嘛去了呢 是说他去考察所谓的文化遗产保护 和文化产业发展 就在一水之隔的香港街头鼎沸的时候 有救火队长之称的前任高层王岐山 在广州欣赏书法和绘画 这事儿听起来多少是有那么一点不着调 因为以他这种身份他出现在一个地方 他肯定预示着某种意思嘛 结果他去看书法去了 而且一看就看了三天 其实中共的国家副主席参与 这个港澳工作 它算是一个惯例了 曾庆红和习近平本人都在担任国家副主席期间 兼任了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 他们既是这个礼仪职务的国家副主席 同时呢又是党内分管港澳事务的最高负责人 上一任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其实呢他也是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的副组长 王岐山没有在这个小组里面正式任职啊 其实算是有一点例外 这是和他的身份尴尬有关系的 就是这个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呢 他必须得是一个在任的政治局常委 王岐山他要当副组长的话 因为他不是在任的嘛 你要让他进去只能当副组长 他要当副组长的话 就相当于一个往届的政治局常委 给一个在任的政治局常委打下手 当个下属了 同时呢 却又和在任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 中央委员张晓明这些人评级 似乎名分上不太讲得通 所以王岐山要进去 确实身份上有些尴尬 香港局势的陡然变化呢 其实是反映出韩正所领导的 从这个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 到在香港的中联办这个体系啊 和局势脱节了 就在王岐山结束广东执行以后的几天 星期三林郑月娥宣布撤回逃犯修订条例 可是要知道 就在头一个星期五 8月30号路透社披露的消息 是说港府上报了一个妥协方案 被韩正所领导的这个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给否决了 说在五大诉求上是寸步不让啊 就在撤回修例的头一天9月3号 港澳办还开了记者会 继续强硬表态 港澳办的另外一个发言人徐露颖还反驳了说出动驻港部队 就是破坏一国两制终结一国两制这种说法 意思呢就是说出兵镇压这个选项中央一直在考虑没有放弃 要知道这个国务院港澳办它有另外一块牌子啊 就是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啊 其实就是韩正直接领导下的 大家注意到问题没有 就是从8月31号到9月4号这几天时间里面 韩正所领导下的这个港澳工作体系啊 它和时事的发展脱节了 在最后决策关头它被边缘化了 林郑宣布撤回修理这个事情 他们很可能是没有准备的 甚至是不知情的 他要知情的话就不会在9月3号 头一天还在做这种程度的威胁 这就等于给自己难堪嘛 可以证明这个港澳工作的体系和时事脱节 有另外一点就是林郑宣布撤回修理以后 港澳办就开始玩躲猫猫了 这两天他就一直不出来回应撤回修理这个事情 结果就苦了人家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了 这个外交部天天都要开例行记者会 港澳办是不用开的 结果耿爽在9月5号就被记者逮住 问到这个问题 耿爽呢也就只好玩踢皮球 他就说香港不是外交问题 是中国内政问题 你问我有什么看法呀 这事儿我说不着 你只能去向主管部门询问 可是主管部门又在玩失踪 所以北京这两天就是一片沉默 反而是林郑月娥自己星期四出来说 撤回修理是得到中央支持的 结果是让她出来给北京擦屁股 既然是得到支持的 你为什么港澳办不露面呢 所以呢最大的可能是在最后决策关头 这个港澳工作体系被边缘化了 林郑月娥是越过了韩正所领导的这个体系 由习近平亲自拍的板儿 而这几天就是王岐山到广东来摆post 欣赏书法的几天 现在还没有消息证实说林郑月娥和王岐山见了面 但是以王岐山这种分量的人物 能够在关键时刻到广州来 那我想她就是得到了习近平的受益的 自然她回去要向习近平汇报情况 如果说王岐山来广州还包含有别的目的 那我猜测是和中美贸易战有关的 就是来考察一下广东企业的开工情况失业情况 总之她就不会是来看看书法这么简单 咱们这里不是说王岐山真的能够对平息香港事态有多大作用 虽然她有灭火队长的外号 但是得是她有实权的时候 她现在也没啥实权了 她能够对局势发挥影响的唯一途径 就是去串说一下习近平 习近平不听她的也没辙 说她现在疑似又进入了关键问题的决策圈 重点是 这是中共内部会再次发生洗牌的一个前兆 就是本来习近平完成修宪以后 她重用的是王沪宁 她都有点想不起王岐山来了 那现在之所以又找到王岐山 就是对现存的这个港澳体系不满意 得动动这个体系了 今天有另外一条消息 就是很多媒体报道现任的中联办主任王志民 很可能被调离 时间是在10月份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后 那接下来呢 我又想说一说9月3号人民网的那篇文章 叫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因为它也是反映策略有调整的一个前兆 你说伟大斗争和谁斗啊 无非就是四个对象 一是美国 二是香港 三是台湾 四是共产党的内部 这篇文章里面说要讲究斗争的策略 要有斗争的艺术 你看她说这个话的同时 中美贸易谈判那边就传出了一些积极信号 林郑月娥也愿意妥协撤回修例了 所以也就是印证了这篇文章里面所说的 什么在奔跑当中调整呼吸啊 在斗争当中完善策略啊这些话 韩正领导下的港澳办突然靠边站 对于事态的变化非常茫然 大概呢也就是这篇文章 习式斗争论里面所批驳的那种烂斗 蛮斗虾斗的表现 习近平对他们很不满意 接下来这个体系很可能会受到整治 对于这篇充满着文革语调很激情昂扬的文章啊 我想多说几句 想在这个基础上发挥说点深刻的内容啊 能够揭示本质的内容 这篇文章里面有两句话给我印象最深刻 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什么叫工作啊 工作就是斗争 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 另外一句话是结尾也挺雷人的 是说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 就能斗出新气象 争出更加明亮的未来 凡事讲斗争啊 这是一种无节制的放大战争思维的表现 这其实是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一个显著特征 战争思维 什么是战争 古代兵法司马法里面说兵无两胜亦无两败 就是必然是一胜一败 一存一亡一生一死 所以战争思维 它本质上是零和思维的一种体现 所以它这里是把共产党的工作就总结为斗争 就是把自己和别人视为敌对关系嘛 自己的成功是建立在别人的失败和损失之上 它体现的也是零和思维 所以在零和思维这个事情上 我特别想发挥一下 共产党的信念 它就是一个封闭零和的系统 咱们上次提到 马克思的三大预言全都是零和思维 无产阶级占人口比例上升 就必然意味着中产阶级的减少和贫困化 资产阶级的内部竞争呢 它也是意味着垄断和寡头 所以你看一个阶级的得到 就意味着另一个阶级的失去 一个阶级内部 一些人的得到 它意味着另一些人的失去 这就是零和思维嘛 更进一步的说 咱们从中学开始学的那个 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 它就是一种零和博弈理论 它是把劳工和资本家 看成是敌对的零和博弈关系 资本家发财了 那就是无偿占有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所以资本家的财富就是来自于对工人的剥削 资本家岳父 那工人受的剥削就越严重 零和思维嘛 这个剩余价值的出发点呢 它其实是把劳动者当成创造财富过程中的决定性要素 别的都不重要 就是我们劳动人民的双手最重要 那么在劳动过程中财富有增值 再减去那个劳动报酬就是工资 剩下的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那个剩余价值 是被资本家拿走了 那就是对咱们劳动人民的敲骨吸髓 就是对我们的残酷剥削 这个事情是不是事实呢 不是 首先从这个历史的层面来看 劳动力在多数时候 它并不是决定性的生产要素 这是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 劳动力是相对充沛的 缺的是资本 资本是相对匮乏的 资本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他有一项重要的付出 人家不是说就躺在那数钱的 他有一项重要付出就是风险 工人你干一天活 挣一天工资 你是没有风险的 而资本家投资却有亏本的可能 而风险它本身就构成了收益分配的要素 谁承担的风险大 谁拿的钱就多 就是对最后那个利润的分配比例就越大 所以你把风险的价值折现 从这个利润里面扣下去 咱们再来看一看 有没有剩余价值 你要照这个算法的话 就算有应该也不多 但是共产党人说 我们是不这么算账的 我不看别的 只要是经由这个生产过程 我们劳动者双手创造出来的财富 就都归我们 你多拿走一毛钱都不行 那都叫剥削 人家是这么一个算法 那咱们就来看劳动要素这一项里面 是不是劳动人民 就是这个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呢 你要从历史的宏观尺度来看 为增值社会财富做出贡献的呀 最大比例的 它其实只是一部分劳动 不是所有的劳动 什么呢 创造性劳动 如果你只考虑重复性的生产劳动 而不考虑技术创新 人类协作方式的创新 哪怕一千年呢 天天脸朝黄土 背朝天 一代一代的人 就这么劳动下来 他创造的社会财富也没有多少 我在以前的节目当中讲过一个故事 我说发明梨的那个人 就是耕地的那个梨 他所创造的财富 他对社会财富增值做的那个贡献 比其后一百年所有的农民加在一起还要多 当然这个话听起来广大草根民众是不会高兴的 但是创造历史的从来就不是劳动群众 那为什么共产党的这个学说里面包含有强烈的零和博弈的色彩呢 在我会员网站的作家金峰堂先生曾经专门谈到过 其实是为了制造仇恨的需要 零和博弈它最能够挑起仇恨 如果资本家发财了有人告诉你 人家东家是把老家的祖产拿去卖了 拿本钱来开厂 我们干一天活挣一天钱累是累点 但是呢我们没啥责任嘛 吃的它是睡的安稳 但是人家东家开厂要开亏了 祖宗的老本都没了 人家死了都进不了祖坟 所以东家是天天吃饭吃不下 睡觉也睡不着 生意做发了赚了钱了 人家东家拿大头这事有毛病啊 没毛病应该嘛 我们工人天天下力干活是劳力不劳心 而东家呢是天天钻研怎么改进设备提高效率 虽然都是劳动 人家干的那叫创造性劳动 我们之所以这家厂的生产效率比另一家竞争对手高 那是因为东家改进了机器改善了管理 所以我们钱赚的多 除了一部分给工人兄弟们发红包改善点福利之外 多数被东家拿走应不应该 应该嘛 因为你是靠这个创造性劳动才提高的竞争力 增加的收益 至于你这个普通工人 你是在这家工厂干还是另一家工厂干 干的都是一样的活没差别 创造的价值没有差别 你要这么跟人解释 那请问广大劳工还会觉得苦大仇深 觉得被残酷压榨剥削了吗 那这个革命就搞不起来了 所以你不能这么跟他说 你得换一种方式说 你说东家发财就是剥削你们的血汗 工厂赚的每一分利润呢 都是大家的劳动创造出来的 不是吗 都是我们这双手开机器啊 去打磨产品创造出来的 所以都是我们的 东家发财就是拿走了 属于我们的钱 东家得到意味着我们失去 东家得的越多 意味着我们被剥削的越多 失去的越多 所以我们必须起来革命 得推翻这个不公平的社会 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 你得这么说 大家对资本家才能仇恨的起来 有仇恨这个东西作为燃料 革命啊斗争啊这辆车才能够发动的起来 斗争越激烈越不可调和 就越需要党的领导 它是这么一个思路 在今天的中国 由于党文化这种零和博弈的教育无处不在 所以不损人就没有办法利己 这几乎已经成了社会一种默认的思维了 在正常的人性当中呢 利他和利己是应该有一种平衡关系 而在今天的中国 损人利己被放大到这种程度 它是任何时代没有的 它是和这个党文化的教育深入人心分不开的 它已经浸透到人们思维的深处去了 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 不假思索 迸一个念头出来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都是觉得要立即就得损人 那咱们总结今天的话题 香港局势的演变呢 是预示着中共内部可能重新洗牌 习近平在压力之下要调整斗争策略 在那篇文章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里面 习近平是反对没有策略 没有艺术的乱斗和瞎斗 但是你有策略有艺术又怎么样呢 还是一个斗 就像一块硬盘 你把它格式化成FAT32以后啊 它就装不了太大的文件了 当某些人的头脑被格式化、零和思维以后呢 它把工作都当成斗争了 你也很难想象得到在它的那个认知体系里面 它再有策略、再有艺术、再怎么调整 能琢磨出多不一样的方法出来 所以我是建议习主席把这篇文章的标题改一改 换一换思路 不叫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你改成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的妥协 你看这样行不行 要是没有己任英国国王的敢于妥协、善于妥协 迎着矛盾和挑战去妥协 那就没有大宪章、没有权力法案 就没有其后二百年日不落帝国的辉煌啊 只要你妥协的对象不是拿破仑、不是希特勒 为什么妥协不可以谈呢 今天这集节目呢咱们就到这儿 星期六会员网站文招.ca的特别节目专栏 是咱们的常著作家硅谷尹公介绍《新盛与危机》这部著作的第三集 会讲三个社会子系统 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意识形态的 中国历史的一般规律是 政治和文化两个子系统啊 它会越来越长到一起去 它们会一体化去调节经济这个子系统 但是你说这个现象呢 它并不能算是落后 因为它不仅在中国的传统中有 现在硅谷的大公司里面也有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硅谷的这些高科技大公司 它们的治理模式 其实和中国传统社会有很多相似之处 那今天这个话题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 咱们下回再见